台风冰淨 那么现在住在山区的民众 真的是非常的担心 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新社山区大走山 这个场面真的是令人触目惊心 住在台中 新社的一位民众 从新社水井街的上方进行空拍 发现整个山坡是大走山 造成了中88线的上下边坡崩塌 这个山壁光秃秃的一片 导致风源东洋里 往新社水井街的道路中断 禁止通行 摊坊的路段长达80米 另外是在大理建东一街的产业道路 也受到了大雨影响 边坡土石滑落 路面塌险 空拍机飞上新社山区 眼前景象让人看了 触目惊心 山壁像被鬼剃头光秃秃一片 土石落露 整个山坡走山一位 造成中88线的上下边坡 严重坍塌 新社水井街往峰原东洋里 道路中断无法通行 绕道至少带花一个小时 整个路都看不到了 现场大堆黄土巨石 从山顶滑落 大树也连根倒塌 另一头颇有道路 路基掏空断裂 看得到的全被土石覆盖 住在新社的林先生 透过空拍拍到惊人的走山画面 边坡崩塌 达60公尺深 宽度80公尺 范围约2公顷 眼看百路台风 来势汹汹 市府也紧急做出应变措施 发生的时候先赶快测查 我们附近的这些居民 还有山上的这些 有没有餐厅或相关事物影响 那初步我们人员都安全 那我们现在先做了 这个两端道路的一个封闭 那也做了一些告示跟改道 就怕走山范围扩大 市府除了封闭道路 也疏散危险区域民众 预计得等到台风过后 才能进行在后附件 镜头转到大理 建东一街的产业道路 早上刚刚清好的路 又弹簧了 边坡被大雨侵蚀 吐石滑落 多出路面下行毁损 由于这条路是在地居民通行 及运送水果的通道 也是登山步道 如今整条道路损坏 市府水利局也派人在边坡 打桩固定 后续也要等到天气稳定 才能进行修复 谢谢江小洪杰明 SN小组 台中报道